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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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自身的能力强弱 如果男人的下巴尖销无肉的话 这种男人一般非常的小气和自私 凡是只顾自己不懂得为别人着想 对身边的人也非常的小气和抠门 喜欢胡思乱想 做事不踏实 也没有什么上进心 非常的贪图享乐 而且也不注重亲情 人际关系不太好 贵人运比较的差 遇到困难 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 赚钱非常的困难 一生无权无视 注定受穷的命 三 鼻梁低线 鼻子在相学中位于面部的正中部位 也属于三庭中的中庭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 性格 中年运势和事业发展 相书中有言 问负在鼻 鼻子长是好坏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富贵程度 如果男人的鼻子长得低线不平的话 这种男人一般自信心不足 做事缺乏主见和魄力 喜欢犹豫 总是拿不定主意 但是小心思却非常的多 欲是喜欢逃避 缺乏担当 非常的不受人喜欢 命中也没有太大的贵人相助 一生也难有什么大的作为 四 额头过窄 额头宽窄 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 气度和智慧大象 如果男人额头过窄的话 这种男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古怪无常 为人非常的固执 缺乏长远的目光和规划 为人处事方便 喜欢耍小聪明 缺乏大智慧 所以经常是弄巧成拙 而且这种人 一般疑心较重 对周围的人缺乏信任 做事也是小心谨慎 缺乏冒险精神 没有魄力 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 难当大人 也不得父母之力 凡事都得靠自己 一生碌碌无为 没有什么成就 容易受穷 五 颧骨高突 少肉 在相学中 颧骨为权力之骨 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欲望 行动力和人际关系 如果男人 卷骨高突无肉的话 这种男人 一般非常的强势霸道 而且骄傲自大 凡事总表现出 高人一等的样子 容易看不起他人 也听不进去 别人的建议和劝告 喜欢听到 别人的赞扬和奉承 却听不得 一点反对和批评 能力一般 但做事 却非常的高调和狂妄 非常的惹人讨厌 人际关系 比较的紧张 贵人运不佳 经营能力比较差 事业和财运一般 六 头发过粗过硬 头发为人弃血之余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和做事态度 如果一个男人的头发 又粗又硬的话 这种男人 一般性格暴躁 脾气非常的刚烈 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特别喜欢激动 经常乱发脾气 做起事来 也是一意孤行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而且冲动鲁莽 做事完全不顾后果 虽然能力不强 但是心气高傲 容易眼高手低 难成大气 也很难获得高的收入 一生注定受穷 七 鼻子窄 鼻子在面向中 也被称为财博公 掌管一个人的财产 和事业运势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不立业何以成家 鼻子对他们来说 至关重要 如果一个男生的鼻子 比较的尖窄 寡薄 肉非常的少 那么这种男人 可算是注定的穷命了 他们不但政见能力弱 理财能力也不强 在事业上 基本没有什么大发展 并且还可能因为 经常得罪人 导致事业上 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甚至会失业 即使他们家里 有留下来的遗产 也会被他们败光 他们如果进行投资 往往也会以失败而告终 一辈子没有发财的命 八 嘴巴大而无收 在面相学中 嘴巴代表一个人的 食路和福运 一个男性的嘴唇 应该宽大厚实 饱满圆润 色色明亮 且大而有收 如果一个男人的嘴唇 非常的宽大 但是一点也不均匀 大而无收 这样的男人 大多没有什么福可以想 他们经常会因为造口业 而招来祸患 说话没有把门 什么话都敢说 并且在背后 经常对人抱怨 得罪人是常有的事 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 也不会让他们好过 会暗地里给他们使绊子 所以这种人经常会 无缘无故的 有一些财产的流失 或是生活的不顺心 日子也会越过越穷 越过越苦 九 印堂凹陷陷 印堂在相学中也被叫做事业工 对于男性来说 智力掌管着他的事业和财运 如果印堂比较凹陷 不仅说明他们的事业运不好 财运也比较差 也能够代表这种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会在近段时间有下滑的趋势 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有这种现象的发生 不仅说明挣不了钱 而且还会经常去医院 而破费不少 日子过得紧巴巴 生活拮据 十 牙齿稀疏 相学中认为牙齿比较洁白 而且排列整齐紧密的人 理财能力比较强 如果一个男性的牙齿 稀疏发黄发黑 则代表他们大多存不住钱 即使挣得再多 也会在自己毫无节制的消费下 变得透支 常常是月月光 工资一到手 就立马能花得一干二净 结果打平多年 手里没有一点积蓄 等到真正需要钱的时候 手足无措 天天发愁 晚年没有收入来源 会更加的孤苦无依 凄惨暗淡 十一 嘴唇发白 嘴唇关系着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和运势 如果一个男人嘴唇发白 说明这个男人身体不太好 最近可能会有大的疾病 这样的男人比较倒霉 他们一生都是干苦活的命 他们生下来就会比较的劳苦 为了钱 他们什么都可以做 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 在公司日夜操劳 但是却得不到好的结果 所以这种人 尽管是拼了命的失去工作 但是仍然不会有所成就 所以这种人 要把金钱看淡一点 不要看得过于重要 十二 鼻梁长智 鼻子主财 在面向当中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事业运势和财运等等 而男人的鼻梁处长有恶志 则会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赚钱能力 同时也会表明 此人的赚钱能力比较的薄弱 在事业方面很难会有更大的发展 处处都会经历各种挫折与困难 就算是自己一生扣扣嗦嗦 也不会有啥好的发展 注定一辈子都会奔波辛苦 连养家的本事都没有 十三 人中长智 人中是一个人的任督二脉的位置处 是精气所在 所以好的人中应该是长而深阔 或者是上窄下宽的形状 不可有恶志 杂温等等 若是男人的此处长有恶志 则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的身体多半都不会健康 容易有疾病缠身 整个人的精气神非常的虚弱 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所以很难在事业上有大的成就 估计连基本的衣食都难以得到保证 苦日子难到头 十四 眼睛下方长智 男人的下眼皮位置处长有恶志 在像术当中被称之为客妻子 而拥有此种恶志的男人 天生苦命想 自己没有好的赚钱本事 常常收入积蓄不多 还喜欢在外面张花惹草 给自己的妻子带来极大的伤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别指望这样的男人 能够长久的走下去 就算是日后有钱 也很难留得住他们 甚至还会嫌弃自己的伴侣 抛家妻子 没有一点的人情味 作为男人 如果有以上这十四种特征的话 那实在是不幸 小酱汁给出的建议就是 在平时多做善事 认真踏实的做事 不要想着走接近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